好,再來例題式 他說呢,有20位學生的身高 他叫我們把這個資料分成4組 其中呢,最小的下限呢 為150公分 那其實我們可以先稍微了解一下 我們最高的同學是 188公分 在這邊 那最矮的同學呢,是 150幾呢 152 所以我們知道呢 他的全距是36 那分成4組的話呢 那最小下限就是150 我們以什麼樣 我們主句就是射死嘛 比較恰當 所以我們呢,就是這樣子畫字的齁 來把它 畫個表格 齁,我們來畫個表格 讓我畫一下齁 以 是組嗎齁 來,這邊是我的身高 欸,用錯了齁 用這個 用這個 好,身高 那這個是我的 歸類畫技 一樣用正值標記啦齁 歸類畫技 那這邊是我的次數 那這邊是我的以下 累積次數 因為題目要我用以下累積次數嘛齁 以下累積次數 好,來 首先我們身高從150開始 到160 160到170 170呢 到180 好,180呢 到190公分 首先呢,我們先看 150到160的同學有幾位呢 來 從這邊開始 一位、兩位 好,一 二 三 四 五 好,所以五位同學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 次數是五 那160到170的話呢 一、二 好 三、四 五 六、七 七位同學 那170到180呢 齁 我們就不再慢慢數了齁 他總共是有六位 那180到190呢 有兩位齁 那以下累積就是這樣子齁 從 還沒開始 累積到150到160這一組 那是五次嘛 往下累積就是 把它加過來 得到12 再把它加過來 得到18嘛 再加過來呢 得到的是20 好,這個是我的立體式